最近这几天有好几款SUV上市 其中极力全新的博越L算是一个热点 它只是开启了预售 12.98到17.58万 博越L是紧凑极的 它和第三代的哈佛H6 第二代的长安CS75plus大小都是差不多的 也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如果和他们相比的话 博越L的起售价格是最贵的 不过不能光看价格 还要看一下配置 博越L在同级的SUV里 配置也算是最高的 它全系都标配了L2级的自动驾驶 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等功能也都有 这一点上极力还是很良心的 博越L这台车的名字 虽然还是归属于博越系 但实际上它的内外的造型方面 完全看不到博越的影子 全新风格的前脸也是最新的 顿型的中网虽然让人不免会联想到凯迪拉克 可是大灯组以及LED灯带的设计 创意倒是挺足的很有特色 在吉利目前的SUV里属于是个性非常足的 相比于车头的那种大气 车身的侧面以及尾部就显得弱了一些 尤其是从C柱开始上扬的腰线 和车头的那种灵力不是很搭 博越L内部也抛弃了星月L上的大联屏 换成了最新的一些SUV比较流行的数项的大屏幕 中控屏的尺寸很大 可如果你要是不太喜欢这种风格的话 那么千万就不要去买 但实事求是的说 这个中控屏还是有一些特色的 博越L的动力相当的丰富 低配是1.5T加7DCT的组合 高配有Drive E系列的2.0T加7DCT 另外还有雷神的混动 它的CMA平台也是比较先进的 预计新车正式上市 价格可能还会略有下调 如果你对它的颜值不抵触 那么它就非常的值得考虑一下 要是吗 对 咱们